lersons 這過了 dental holiday 終點到 廉屯 禁止 西方法師 山院校長 還有與會的所有的護法會的信眾們 非常高興大家精神移密的 來參加這個百八觀音的第五屆的論壇 那我今天要講的有關於是 觀世音 成就人間淨土 我們林鳩山的觀音 觀音法門的實踐 那我首先要介紹的是 我的家師 心道法師 生理的一個職業 心道師父他是我們佛教教團的開山和尚 也是世界宗教博物館的創辦人 那他也是這個GFLP的一個創辦人 就是愛與和平第九家 我們在聯合國也註成一個 被營利政府組織的一個機構 那今天我要講的有關於師父的這個和平的這個緣起 總共分為三個部分 就是和平的種子 還有世界宗教 還有榮性生態的部分 那麼我這個1948年 就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 那當時的這個世界的局勢 其實是依然仍舊是動盪不安的 那人們嚮往這個安定跟和平 那家師 心道法師就是 單身在這樣子的一個戰亂的時代 那也開啟他一生對和平的追尋跟努力 那心道法師呢他是祖籍雲南 他出生在這個緬甸 東北部的這個善邦省 那這個地方呢接鄰著泰國跟遼國 那這裡呢是毒品販賣的殿堂 那當時呢邊境山區很亂 那有政府軍 還有少數的這個民族 還有國民黨固軍還有土匪 那心道師父呢他就是在這戰火 還有戰爭軍火 還有這個毒品 這樣子的一個大環境中出生的 那也因為戰亂的關係 所以他四歲的時候 他就是失去了他的父母 那為了生存呢 九歲的時候他加入了這個 國民黨的這個遊擊隊 那所以呢他隨著部隊 過著這個招不保系的 這個流離失所的一個日子 那原本在年幼時代 應該是一個歡樂無憂 可是其實師父他小小的年紀 他就經歷了這個家庭破碎 還有國破家亡顛沛流離的生活 所以十三歲的時候呢 他隨著部隊來到台灣之後呢 看到了這個台灣社會的這個安定 還有繁榮還有復甦呢 那他內心呢就產生了非常大的衝擊 因為他一方面又是在緬甸這樣戰爭的國家 他來到台灣看到這樣子的一個安定的景象 他覺得戰爭呢是人類苦難的根源 那只有和平呢才能夠讓人獲得幸福快樂 那因此呢就是追求這個和平的信念呢 就是在他的內心裡面悄悄的就是發芽了 那在十五歲有人的機會裡面呢 他從軍醫的口中 首次他聽聞觀世音菩薩的聖好 那他心中呢就不由自主的流下眼淚 尤其是聽到觀世音菩薩 聞聲救苦的事蹟 他的內心產生非常強烈的一個震撼 好像是遇到這個久違的親人一樣 讓他在這樣無依無靠水深火熱的生活當中 找到了依靠 那這讓心道法師想要將自己完全奉獻給觀世音菩薩 所以呢他就立誓喔 那發願呢就是身身世世呢 要跟隨著佛陀 那以觀世音菩薩為他的老師喔 那並且他發願的就是無不成佛 誓不修喔 的這樣子的一個誓言喔 那他拿起了針喔 在完全沒有麻醉的狀況之下 在自己的手臂還有腿上胸口喔 他一針一針的刺上悟性包觀音 真如救眾生的這樣子的一個字喔 來象徵他報答這個觀世音菩薩的決心喔 那他在部隊裡面喔 一開始吃術打坐禪修喔 過著就是說好像是修行人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生活喔 那他在這個25歲的時候 他就出家了喔 那他學習是怎麼學習的呢 他就是學習摩赫加社 還有密勒日巴的一個投託谷刑 所以他就到了這個墳場 還有谷寺荒廢的谷寺還有林谷塔 來去做谷刑 那每天用工呢將近18個小時以上喔 他一天呢只吃一餐 那大概是四人份的電鍋 他就吃這麼一餐 然後在這飯裡面呢就是加芝麻 配鹽巴每天就這樣吃一餐 然後那隨著他這樣子的一個修行 他的禪定的功夫呢漸漸的就加深了 那他體悟到就是說 其實我們有一個清淨無染的這個體性喔 他體悟到了這個之後呢 他再次的去檢查 審視他自己的內心發現 還有一些微細的沒有辦法去除喔 那這時候呢他就用了就是說 不開悟就不罷休 他不開悟就不罷休 就是不悟到即王的這樣子的一個決心喔 用斷食的方式喔 把自己的慾望降到最低喔 來挑戰他內心的一個極限喔 身心的一個極限 那斷食最初一個院裡面 其實是完全沒有吃東西喔 那他就喝了大概是這麼一個喔 這樣子大概是50cc吧的水喔 每天就大概喝這樣三杯喔 那在一個月裡面他沒有斷食 就是純粹就是喝水 那這樣是非常的危險的喔 那肉體的折磨跟生理的反應喔 讓他是在虛弱的這個生死邊緣徘徊喔 那只要一個呼吸沒有調順喔 那非常強烈的感覺 死亡的感覺喔 就是會出現在他的面前喔 那這樣的一個精進用功呢 讓他在修行的功夫上喔 越來越加得利喔 這時候他的雜念喔 全部沒有了 那超越肉體的這個折磁喔 明顯的就透露出來 他的心念呢 也越發的這個細膩喔 觀照的功夫呢 也更加的綿密喔喔 那因為這樣子的關係喔 禪修他累積到一定的 深厚的一個成果喔 那有一天呢 就是他發現就是說 大地喔都非常的安靜喔 那只有他的這個覺醒喔 獨入光明喔 那這個覺醒呢 他不是物質喔 他沒有形象 然後就是穿透了他的身心世界 那他認識到其實原來一切萬有 他本來就平等的喔 都沒有互相障礙的 一切眾生呢 本質具足他的明覺的這個心性喔 那這時候呢 他的身心呢 自然的就得到的平和 那世界呢 本來就平和的 那這時候他體悟到就是 遭空不惡喔 明跟空是不惡的道理 見這個性 他的這個覺的體性是空的 那再由性呢 去看呢 他是明的喔 那所以呢 呃 在這裡面呢 他了悟了生死喔 那這時候才是真正的明性見性喔 發現就是心性合一的 這個空朝不惡的喔 他了悟到這個 那因為在這個兩年的斷食當中呢 心道法師從幻游裡面看到心性 從陰緣裡面看到他這個無聲無面喔 清靜清明的這個體性喔 圓照他自己的內在喔 那也從這個 這個星空緣起當中喔 他開始展開他的這個 這個無緣大詞跟 同體大悲的這個精神能量 那也就由他的剝弱的自信喔 開始 開始來去呈現他的那個妙用喔 那在這時候呢 他就在林鳩山發起了這個 這個度眾的心喔喔 那出關之後呢 心道法師就在思考就是說 他能夠為眾生做什麼 我能為眾生做什麼喔 師父就開始思考了 那這時候呢 一個從 墳場苦修出來的重合上 能夠為眾生說什麼呢 就是他想要喚醒眾生的 本質的這個 具足的這個決心喔 源於少年的這個經歷跟願力喔 然後從墳場苦修出來 那麼他的夢就開始實踐喔 他要具體的怎麼去做呢 他希望能夠做到世界和平 人類和平喔 因為他早年的時候 他是從戰爭的苦難當中成長 那他始終關心的 這樣子和平的議題喔 那他不清楚應該要怎麼樣去做 所以經歷了這十年的苦修 他發現真正的和平是來自於我們每個人的內心 那這種和平呢 是我們內心本質具足的 那只是我們的心裡面被我們的欲望所佔據了 那因為欲望的關係 所以我們內心產生了煩惱跟掙扎 那形成了對外跟外在之間的一個衝突跟對立喔 那甚至於影響到社會影響到整個世界喔 乃至於發生戰爭喔 所以除了國與國之間 人與人之間的戰爭喔 還有我們自己內心的衝突 以及社家庭和工作的這個增值等等喔 所以真正的和平是從我們的 他的寧靜呢 本來就在我們的內心 那其實我們只要專注就可以發現了 只要我們能夠使我們自己的內心平靜呢 自然就可以改變整個生命 甚至改變其他的人喔 所以人與人之間呢 總是互相影響的喔 即使在山洞裡面的修行喔 的修行人也能夠透過意念來改變整個世界喔 所以呢 他發現其實我們必須要從自己內在的這個覺知 來引導外在的行為 內在的覺知就是我們本來就具有的這個 本覺的光明 所以我們每個眾生呢本來就具足 只是我們沒有發現 那發現的時候呢 我們必須要不斷的認識 安住在這個本覺的光明當中 由於我們本來就具足這樣子的一個 每個人都具足 所以這個叫做生命共同體 所有一切的東西呢 都是我們佛性覺醒所顯化的 那萬事萬物呢 沒有一個不是我們佛性所顯的 所以這個生態呢也就是我們的靈性所顯的 覺醒所變化的 所以覺醒是我們跟生態之間的一個生命共同體 也是同一個DNA所長出不同的物種 那星道法師呢 數十年來不遺餘力的透過不同的方法來教導 教導信眾 透過禪法 還有這個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要喚醒眾生更多的 他們自己本來就具有的這個靈性 那所以呢 師父呢他從事業方面來 我們來看觀音 他的觀音的實踐力 那星道法師他就是以師志為己志 為他自己的願力 他以觀世音菩薩的慈悲與禪的願力 他在1948年的時候 就來到這個芙蓉林舊山 建設眾生會命所益的這個心靈道場 他認為每一個善緣都牽引無數的人 事實立物的這個因緣網絡 那他希望每一位呢 在他的帶領之下 即使不能了生死也能夠斷煩惱 至少都是不能夠了生死斷煩惱 至少都是福德善眾 所以不論是在家或出家 在道場休息 都能夠藉由佛法的教導學習 然後親近自己的內在 轉惡業為善業 那佛法要能夠傳承的這個關鍵點 在於哪裡呢 首先要建立這個組織的規章制度 包含整個出家 職工職工 互法善性的這個循環 陸續呢我們就成立了互法會 慈善基金會 中博基金會 還有全球觀音推廣總會 全球殘修總會 還有殘修總會 還有殘修會 還有新寧靜教師團 所以建立組織是我們的一個第一步 那再來對於性眾教育的部分 師父他提出了解形病重 有修學次第的四旗教育的藍圖 就是阿含 般若 法華 華嚴 那以禪呢來貫穿 就是禪呢就是以觀世音菩薩的耳根原通法門 那蜜的話他就是以禪馬 就是嘎陀的這個法教來做貫穿 那以三層的互相圓滿的修學 並體現於在整個日常生活當中 那師父呢他的平安禪法就是 雖然是失誠於觀世音菩薩的耳根原通 那其實就是師父他自己 在他自己的修行的歷程當中 禪定當中 在他的生命斷食的那個時候 就是生死交官的時候所體驗來的 所以他把他在苦修當中 用他生命的精華淬煉出平安禪四個步驟 所以這個平安禪四個步驟 是由師父他在墳牆裡面 他苦修出了經驗 結集成四個方法很簡單的方法 讓大家可以體悟到這個本來的面目 再來就是第三點的部分 傳承的部分他舉辦了 各種各樣的一個活動 比如說是水路法會或大悲閉關活動 來接引眾生學習佛法 成就內羅漢的禪定次第 還有外菩薩的慈悲度眾 把內外兩者構成一種解脫 然後能夠和諧社會和諧世界的一個良善循環 那以下的一個圖片 就是我們有辦了將近三十年的水路法會 還有我們舉辦了十二年的大悲閉關 我們信眾每年都念了百萬以上的大悲咒 將近十四年的時間 每天大概一千遍以上的大悲咒 我們舉辦了各項活動 我們也到緬甸進行教育 還有就是說我們在2018年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是推廣了一個APP 因應現代生活所設計的一個應用平台 可以讓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家不可以出門出來 所以我們在線上舉辦了四期教育的課程 面對社會大眾呢 那為了給他們一個正確的信仰方向 師父在1989年的時候 他開始籌建中國為他第一個職業 那我們開始舉辦水路法會 推動心靈禁運動等各項的活動 來籌募我們的資金 因為新道法師呢 他覺得地球是人類共同的家庭 不應該有國籍與宗教的分別 那當時在世界各地呢 不斷的有宗教宗土的產生 因此他在1991年的時候 開始籌建世界宗教博物館 作為連結宗教推廣 跨宗教交流 跟促進和平的一個平台 他希望建造一個現代化 能夠傳遞理性超然的這個宗教知識 促進宗教間的一個相互了解的空間 所以他選擇博物館的形態來呈現 用文化藝術來傳播和展現 介紹各宗教的知識 目的就是要幫助大眾選擇正確的宗教信仰 同時要促進宗教跟宗教之間的彼此連結跟了解 產生宗教間的友誼跟互動 開啟了化宗教跟和諧的一個平台 在他的努力之下 世界宗教博物館在2001年就開館了 他的開館希望能夠尊重每一個宗教 包容每一個族群 國愛每一個生命 以這樣子的核心的一個理念來推廣到全世界 為了要籌建世界宗教博物館 他做了各項的這個化宗教對談 1990年他就開始化宗教對談 以下我們看一下照片 這個是在2000年的時候 在世界宗教領袖高峰會議的時候發表 還有就是他用GFLP創辦人的身份 參加聯合國的這種NGO的這個聯會 還有他到錫克教博明海去做承訪 那也帶領我們這個我們的出家人 還有信眾學習不同的宗教的教育 然後遠赴就是國外來做參訪 那作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座博物館的創辦人 師父他認為宗教和諧有三個條件 剛才我們提過就是尊重每一個信仰 包容每個族群 博物館每個生命 這是宗教博物館的核心價值 那什麼是尊重包容博物館的世界呢 就是宗教跟宗教之間它是互相尊重的 宗教之間是互相包容的 整個宗教所要做的就是博物館的事情 那這種尊重包容不要說是宗教 其實每個人都是一樣的 我們每個人就是宗教 每個人都必須要互相尊重 互相包容 我們才能夠產生博物館的精神 那宗教博物館的出現呢 其實它希望能夠增進社會福祉 然後建設社會心靈的健康 那重要的也就是啟迪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掌握自己的生命 然後具有和諧寧靜的身心靈 所以當時呢在全世界他經歷了911阿富汗戰爭的這樣重大事件 其實每每歸咎於這個宗教衝突 新道法師呢除了實地到現場做關懷呼籲 那其實他也陸續的結合這個護法信眾發起的南海海嘯的這個震災 還有宗教祈福 還有宗教對壇 推動各種宗教法會的願力 那邀請這個宗教人士一起來面臨解決這個人類的困境 那希望藉由這個宗教的這樣子的一個平台呢 由新道法師所帶領的這些追隨者 能夠成功的搭起跟宗教之間的友善的一個橋樑 然後剔造這個宗教之間的和平 那也經過這樣子的一個努力呢 其實就是一步一步的邁向世界和平做一個願景 那在2002年呢 師傅他開啟第一場的回佛對壇 然後還有陸陸續續喔 我們總共一半呢16場的這個論壇 相片快速跑一下 大概看一下就好了 再來就是第三個階段 就是說因為宗教博物館之後呢 師傅覺得靈性生態呢 就是延續宗教博物館的這樣子的一個 精神而來的喔 所以呢 對新道法師來講 就是我們要真正的能夠獲得和平 必須要讓我們每個人的內在的靈性能夠覺醒 才能夠產生由內而外的力量來改變整個生態 延續尊重包容博愛的這樣子的一個精神 師傅呢希望凝聚各宗教的力量 共同來守護生態喔 引導人們喔 回歸靈性 他表示就是說地球其實是我們的母親 那現在最迫切的就是氣候的變遷跟生態的浩劫 那我們都是地球家園的每一個分子喔 我們都要與這個生態萬物喔 相依共存 其實是密不可分的 那我們應該要減少物欲的這個消費喔 過度消費 然後滅還有就是各種的破壞還有傷害喔 那我們必須要開始化解這個危機 要有怎麼樣的一個具體行動 然後怎麼樣找到問題的根源來解決喔 同時我們還要就是停止這個戰爭喔 廢除核武才能夠免除 這個地球在一瞬間喔就是毀滅喔 所以面對當下這樣子的危機 最重要的根本 治本之道就是靈性的覺醒喔 那如何提升靈性呢 其實唯有讓心歸靈回到本來面目喔 這才能夠真正的能夠提升靈性喔 那麼當我們的心 我們的心歸靈的時候 我們自然而然就會發起慈悲心喔 我們守護這個生態呢 也有三個條件喔 我們要尊重生態 生態的環境呢 是有它的次第跟倫理的 那各種的物種都有它存在的價值 和它生存的詭擇 我們不要去破壞 而是要去了解它的法則 那懂得生態的倫理呢 我們就知道如何去尊重和包容 其實我們跟生態之間是可以共生的 我們生命彼此呢 都有它生存的空間 那我們要用愛心去灌溉 讓它有存在的價值 互相的需要 一起做生命的夥伴 所以我們要學習尊重 學習包容 給彼此跟彼此之間呢 有這樣的空間喔 那包容共同的存在 然後互相呈現的就是互激公生喔 相依共存的博愛 那博愛呢就是指的就是分享 我們要共同去分享彼此的成果 那分享就是一切 那其實這個就是一個華言的呈現喔 那佛的華言世界就是分享 那靈性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分享 其實就是發菩提心喔 那師父呢 他認為宗教博物館它是一個硬體 是一個平台 就像一個火車頭喔 那未來我們的世界要更好要和平 我們要學習生態分享 那這是需要靠教育的力量 因此他計畫籌建 以教育為核心的生命和平大學 來傳遞靈性生態的這樣子的理念喔 還要培育靈性的種子喔 以靈性和教育和研究呢 來跨域 跨領域 跨種族喔 這是讓我們生命永續的一個火車頭喔 希望能夠推廣連結這個時代的 生命的意義跟價值喔 那我們在 從2017年就開始 舉辦了這樣子的一個 靈性生態的課程喔 我們邀請了各個學校的一個 教授來推薦他們的研究生喔 來共同的來參加這樣子的一個 冬季課程喔 所以師父他認為就是整個生態呢 就是一個生命的共同體喔 那靈性呢就是生態 生態就是靈性 我們彼此呢是夥伴關係相依共存的 那一切的萬物呢必須要灌溉 靈性的大愛要淨化內心 所以我們要真誠的懺悔與覺醒做起 我們才有辦法從內在擴展到行為 讓靈性呢帶領我們每個人走向和諧的生命喔 所以呢我們這一刻起 從這一刻起 上半部呢是師父他從那一刻起他要去怎麼做 那這一刻起呢我們大家應該怎麼做 我們每個人能夠怎麼做呢 就像師父所說的 最重要的智本就是人類的靈性覺醒 那如何提升靈性 我們所說的大家都有聽到 聽過百千法門同歸方寸 那這個方寸呢就是指我們每個人的內在 唯有讓我們的心歸零回到本來面目 我們才能夠一起覺醒喔 那我們現在就來做師父所推動的這個一分鐘禪 來絕照我們每個當下 我們一起來做這樣子的一個一分鐘禪 一分間瞑想 深呼吸 深呼吸 合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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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鬆 リラックスしてください 寧靜下來 心靜下來 心靜下來 靜靜下來 心靜下來 我们的心回到原点 心を原点に抜かせましょう 我们必须要绝照每个当下 其实一分钟也可以做得到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随时随地 归到我们心的原点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一起来提升 我们的灵性的觉醒 我的报告就到这里 阿弥陀佛